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會是今年秋冬粉底第三支的review 是Bobbi Brown的星級版松草收穫精華粉底液 它是玻璃的質地有重量 和上一代的松草精華粉底液的不同之處是它做了泵的設計 不再是一個泵的管狀 所以它使用上來是會更加衛生和方便的 大家看到我又在素顏出場 一樣會試上面給大家看看它的質地 妝效和遮瑕度等等 一樣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膚況 其實跟之前差不多 一樣都是毛孔不算太大的問題 有抖印要遮及黑眼圈 然後暗沉和眉絲血管膚色不均勻等等 你看到它是一個比較稠的質地 但其實可以很好的延伸性 是可以好好推的 而且摸下去是有少許厚度 好像一個精華面霜一樣 是有滋潤感的 我這邊面就會用一個氣剪泡去上給大家看 另外這邊面就會用美妝蛋 因為我覺得用不同的化妝工具去上 這個粉底呈現的效果是有少許不同的分別的 好 現在這邊面上了的效果 你們會看到其實遮瑕度屬於中上 抖印都已經遮了七成 黑眼圈都遮了一半左右 然後近鏡去看 其實你會看到它的光澤感強得來 完全不會浮粉的 有少許的粉底液感覺 但是完全不會覺得黏粒粒的 其實這個粉底就算你用手去推 你看到也是很貼薄的 好 我現在兩邊面都上了 這邊是用氣剪的 然後這邊是用美妝蛋的 你看到上美妝蛋的這邊 光澤感依然是很強的 但是遮瑕力就會相對減弱了 黑眼圈這裡也是比較深 還有紅印就還未遮得光 如果你覺得不是很圓 想再遮多些 其實你可以再加多一層上去 然後推 其實紅印就已經遮得光了 它那些遮瑕度是絕對可以堆疊 我這個顏袍位 也是加多一點 這樣就已經可以遮光了 好 那我化妝回來了 現在就跟大家說一下 Bloby Brown這些新出的粉底 一個比較詳細的用後感 距離我上底妝 都是大約15分鐘左右 現在已經差不多設好 摸下去會有一種 塗了一些面霜的感覺 如果以貼頭髮方面 其實它有貼少少 但是你拿下來 這裡也不會有那些頭髮痕 你會看到它修飾毛孔 或者是一些撫平細紋的狀況 都是做得非常之好 嘴角的這些位置 或者鼻旁的這些位置 都不會馬上起光紋的 它絕對是一支保濕 又偏向滋潤型的粉底 但是它也不會潤到你覺得黏黏黏的 這支粉底可以暫時 我今年冬天買了四支底妝 它是我用過最喜歡的一支 你現在看到的顏色 可能你剛剛上粉底會覺得 你是不是買錯色 為何會白那麼多 你的頸子又那麼黑 當然因為最近經常外出 個人又少不免會曬黑了一點 但是說真的 它是有刺刺的氧化 我不可以完全說它是氧化 因為它不是那種過了某幾個小時 會變得又暗又沉 我可以說它大約過了半個小時 它會慢慢變回顏色 比較自然 比較融入皮膚 你就不會覺得色差那麼大 就算我這個天氣出了十個小時 它之後是會有溶妝的情況 但絕對是不會用到一塊塊 而且它的妝效依然是不錯的 但是一定要是比較乾性的皮膚去用 因為它的滋潤感一直都會持續油 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你會焗到出油的話 我想你要多看一些不同人的review 說回遮瑕度 如果你剛才看我上妝 應該都會發現它的遮瑕度 是絕對可以堆疊的 絕對可以完美地遮瑕所有的瑕疵 令你臉上臉做到一個無瑕的感覺 但是因為它是一個比較滋潤型的粉底 我就覺得它抗汗的能力就比較差了 我在這裡拍片是一直都會飆汗的 所以你會看到它這裡是會有粉底出來的 而且它現在這個很漂亮的光澤感 就不可以強勁到你設定了碎粉 它都還可以透出來 如果你真的設定了一層比較霧面的碎粉 其實可以蓋上它的光 如果你想保持這個光澤的話 可不可以不設定碎粉 就要看你自己的敷範和天氣了 秋冬天比較乾爽 不會出油 不會有溶妝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粉底不設定碎粉 都可以的 但就不要外出8-10個小時那麼久 我覺得如果4-5個小時 它是可以定得到的 那陣味呢 雖然它沒有說到有芬衣草的成分 但是我聞下去呢 是... 怎麼都要 是有一股芬衣草的味 我自己就覺得 放鬆的 在我自己的立場 就覺得它沒有什麼缺點 唯一的缺點 就真的買得比較貴 因為香港是賣570元30ml 是要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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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錢來的 但是我自己就上網買380... 390元呢 我自己打回Infobox給大家 給你們的連結 那我就覺得是值得玩的 但是加上運費 因為大家都未必是會員 如果加上260元運費 我覺得在香港自己試吃會比較好些 還有這一類型比較滋潤型的粉底 有時候我沒有用水粉定妝 然後畫眼線 這裡是會有手握住的空 這支粉底是有這個情況 但是你推一推勻 就已經可以接受了 但是如果你說你很關心的話 就可能不要握住在臉上畫眼線 或者是用POP去按住 這樣就可以避免這個情況出現 這個就是我對於Bobbi Brown的 今次秋冬系列伸出粉底的一個用後感 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類型的review 而之後就應該是最後一支底妝的review 就會是Laure Mercier的Tinted Moisturizer 伸出的版本 那一支其實就不太期望 會跟這三支粉底有一個比較 因為它們的性質是比較不同的 但是我一樣會做一個小小的review給大家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片 假如星期六假就三天 和星期一假就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現在的時間是大約九點半左右 我今天在室外的時間是非常之多的 由四點鐘開始 我已經不是在有冷氣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維持到這個妝效是非常之滿意的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是沒有氧化到變暗變黃 它依然是有這種亮白的感覺 不過我是沒有設定任何碎粉的 是眼底這裡 反而眼底設定了碎粉是有一點點乾的 近鏡就看到這裡有一點點乾紋 然後其實遮瑕度這裡還有兩三成 然後完全沒有浮過粉出來 而且下巴這些位置 它依然是 雖然是掉了遮瑕 但是絕對是有粉在這裡 要扣分的話可能是額頭這上半部分 因為我一路出汗它就真的掉了 但是呢 這裡以下的大部分地方 其實粉底還是挺完整的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對它持妝效果的一個評價 就可以到處理會兒 其實我沒有按照到這個地方 我先來